好来看到花莲市公所在民企礼活动中心召开里长汇报 市长魏家燕以及主任秘书欧美华 还有各客室的主管列席来听取建言 并且也向里长们说明市政推展的进度以及概况 同时也非常感谢里长们在地震以及台风期间守护市民的安全努力 期盼未来持续来协力共同来携手 为市民创造最大的福祉 受接连地震和台风灾害的影响 花莲市公所今年度第二次的里长汇报延到10月下旬举办 市长魏家燕首先感谢里长们在灾后期间 尽心尽力帮助市民协助各项安置关怀慰问事宜 让花莲市的灾后复原工作可以更加顺利 那其实在地震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一直延宕到现在 但是我们持续的都有跟很多的里长都持续的保持 那也处理很多的里长的一些明末的一些问题 那在这边我想今天开这样的里长汇报 也是希望说在镇后 那不管是在地震后的一些复兴观光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听取我们所有的里长的一些建议 那最主要的还是要跟里长说一声谢谢 我想在地震过后 那风灾那很多的振兴的一个方案都是有赖于里长去配合我们所有的市政的一个宣导 那再次的跟里长说一声谢谢 我想里长是最了解市民的人后 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跟里长做一个沟通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同仁 以及所有的里长 再次的跟各位说一声谢谢 会议开始由市长威嘉燕协同主任秘书温美华 和各科市主管来列席听取建言 并且由各科市主管向里长们说明市政推展的进度和概况 期盼借由双方意见交流 共同攜手为市民来创造最大的福祉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